哈利路亚 Amen Amen 阿里路亚 一起快走 新了河流 來崇拜我 是的主啊 生命卻緣 來教管我 有你同行 有你同行 不再去爬 無論何處 無論何處 緊緊隔絮 我們再來一次 喜樂河流 來崇拜我 大聲 大聲的來唱 哈利路亚 來教管我 有你同行 神就在我們當中 不再去爬 他在看我們如何敬拜他 無論何處 緊緊隔絮 讓我們一起來 我要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我要walk 我要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dawn 喜樂河流 來充滿我 神明千元 來教管我 是的主啊 有你同行 有你同行 不再去爬 不再去爬 無論何處 緊緊隔絮 讓我們一起來 我要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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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h 再來一次我要walk 我要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f dance 接下來一次我要walk 我要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jump dance dance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音樂繼續 音樂繼續 弟兄姊妹 你們享受在神的同在嗎 如果神就在這裡 你們喜樂嗎 如果喜樂的時候 我們會做什麼 跳舞 唱歌 對不對 不要理你隔壁的是誰 不要理你隔壁的是帥哥還是美女 不要看他 把他忘掉 我們的眼睛只有神 好不好 打開我們的心 好不好 不要理我們身作為是誰 因為今天我們來 我們是為誰 為我們的神 神在看我們 神很期待我們的敬敗 很期待我們的讚美 讓我們再唱一次 我們不要管任何人 我們就是定定在神 我們跳給神看 我們唱給神聽 好不好 好 Hallelujah 讓我們唱看我們的心 我們一起唱副歌 我要 walk 我要 walk 我要 walk walk in the river Come on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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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ce to the river of joy 感谢主 To the river of joy 再来一次 To the river of joy Hallelujah 把荣耀贵给神 把主神看到了 神看到我们 Hallelujah 把荣耀贵给你 是的主啊 Hallelujah 谢谢你主 Amen 谢谢你 Hallelujah Amen Hallelujah 我们保持着 一拜大美的心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这样 敬拜我们的上帝 Hallelujah Amen 因为祂是佩的 一切的上帝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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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祂的就满足 我们一切的尽量 Amen Amen 让我们所宣教的 神都要成就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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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心 拜上帝 和神的灵在 我们的当中 Amen Hallelujah 打死我 你是佩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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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Amen Amen 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代替我们主。 在试验中,我一个差,永不回头我的自由。 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意你。 基督我全所有,主爱却在于你。 这旁观永不知心,天上是我娘。 我一切在意你,一切在意你。 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意你。 基督我全所有,主爱却在意你。 你走,基督我全所有,我们的一切在意你。 基督我全所有,主爱却在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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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也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幸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是我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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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切所幸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幸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幸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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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幸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姐妹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圣灵的面前 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你的同在要降临 Amen 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你的大能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 Amen Hallelujah I believe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敬拜 我敬拜 告去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Hallelujah Hallelujah 是的主啊你的大能今天要降临 是的主啊你的大能今天要降临 Hallelujah 我相信天赋创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是力复活 我相信神灵处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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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圣经王 我敬拜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下的名 让我们一起打开我们的心 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 神的大能今天要教官 我相信天赋创造是天 我相信耶稣是力不活 我相信圣灵主在我心 赐给我发挥其他的地 是的 我们相信 我相信耶稣是神 永远的圣经王 我敬拜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下的名 我相信耶稣是神 永远的圣经王 我敬拜 我敬拜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下的名 是的 祝我爱灵 爱灵 我相信耶稣是神 我相信耶稣是神 永远的圣经王 我明白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下的名 大声的圣经王 我相信耶稣是神 我相信耶稣是神 高举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下的名 超乎万民 超乎万民之下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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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一些的报告 让我们来看一些的报告 那么在这个是管制令 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那个是第四期了 那么那个是首相刚刚报告 会延长到5月12号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 要怎么办呢 我们要继续的我们的 线上的崇拜 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任何的群组的话 Facebook或者是YouTube或者是WhatsApp的话 那么尽快的加入 尽快的加入不要停止 那么也鼓励大家在线上参加 这个是网站的 那个是线上的 在YouTube Facebook也好 或者是在WhatsApp也好 那么加入一个群组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保持联络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疫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这个是MCO 就是行动管制令 会延长到什么地步 不过呢 这段期间放心 所有的牧师传到同工 学长 组长 天天会和大家保持联络 保持联系 那么我们确保呢 就是大家这段时间 灵命会保持健康 除了身体健康 灵命也健康 所以记得参加 那个是星期六 那个是线上的崇拜 在面子书或者是在优管 或者是拜三的祷告会 或者是你的小组 很多小组用Zoom 有些我们的青少年呢 在用做Google Meet 那么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段期间呢 我们也需要大家在线上呢 继续的捐献支持我们的施工 我们有老人宴有孤儿宴有戒毒所 还有我们的Food Bank 就是食物粮仓 再加上呢 现在有一些家庭呢 特别是外劳的家庭有需要 所以呢 我们会给他这个爱心的包裹 所以请大家支持 在线上支持我们的施工 那么当你奉献的时候 请注明是 Grace Assembly of God 是Public Bank 307 9530114 注明是中文堂 那么那个10月8年的单据呢 给明华长老 所以他会发正式的收据给你 好 谢谢大家 报告就到此为止 那么今天呢 当我们进入这个是 行动管制令第四个阶段 几乎要进入第四个阶段了 第三个阶段要结尾了 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阶段 那么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思考 那么重建 我们要思考就是 这个是病毒过后呢 那么我们怎样来面对 那么各种各样重建的挑战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要从一节的经文和大家来思考 从这一方面去思考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咱们去做重建的工作 第一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十八节 那么彼得前书呢 第一章三到十八节告诉我们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知识上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至到永远 这里强调两点 就是恩典和知识 强调恩典和知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处就业的经文 这一处呢 就业的经文 对本堂的弟兄姐妹应该不陌生 就业呢 在历代之上说 以撒迦支派有两百驻长 都通达十五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连接地气的 就是他不单单是高高在上 他了解这些领袖 民间 当时的局势 当时的趋势 他都了解 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 也就是说 春夏秋冬 在不同的季节 他知道神有不同的作为 所以作为那个诗 基督徒 作为神的儿女 在这个诗时期 那么当这个是病毒发生的时候 那是一个阶段 病毒行动管制令的阶段 我们有那个阶段的作为 行动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不过行动管制令过后 会有其他应对的策略 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 在不同的季节 神有不同的作为 那么他经文说 他们 弟兄 都听从他们的命令 这是我们看到的 两处的经文 愿神恩待他自己宝贵的 话语 在从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什么呢 那么知识和上帝的恩典 是分不开的 那么从圣经 我们也看到 耶稣基督是凭知识 打败了魔鬼 凭知道 打败撒到魔鬼 他知道些什么东西呢 他知道神的旨意 他知道神的计划 他知道神的时间 所以他可以打败撒但魔鬼 所以证信 那个是证知 使我们和属天的力量 借轨 和神的能力借轨 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经历 不细 绵绵不细的恩典 所以 我们才能够宣告 在任何的季节里面 在任何的处境里面 我们都能够和上帝的恩典 那个是 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说 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那么神的应许永不改变 他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 都是阿门 大家同意吗 可是呢 在不同的季节 神有不同的作为 所以在旷野里面 以色列人吃玛娜 吃那个是鸟肉 是免费供应给他 可是呢 一进入迦南 应许美帝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摩西对他们说 你的脚 大道的地方 才是适于你的 玛娜停止了 鸟肉也没有供应了 所以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那是另外一个阶段 上帝的作为 所以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使命 上帝有不同的作为 所以我们要和上帝的 那个是做 我们要了解 我们在怎么样的处境 在怎么样的季节 所以呢 我们可以和上帝同工 那么今天晚上呢 就要和大家来分享 我们怎么样在知识和安典中 与神前进 那么今年的主题呢 是与神同行 今年的主题呢 是和神一起向前迈进 不管有新冠病毒 没有新冠病毒 不管在怎么样的处境里面 这是神的心意 要我们长进 这是一个里程 里程的终点 神允许我们得到预处 我们能够成长 我们不单单是自己得自由 那个是也能够使别人得自由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神国降临 我们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叫上帝的名字得到荣耀 神的国领到我们当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再仔细来看 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 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 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 有长进 愿荣耀归给他 从今至到永远 阿们 也就是说到永远 我们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够少的 一是上帝的恩典 第二是知识 这两样东西是平行的 我们不能够一直在强调恩典 恩典恩典 而忽略了知识 忽略了真理 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 圣经说我们恩典也随着长进 如果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 那么我们需要更认识我们的神 所以知识 真理和恩典是同时并进的 那么我们怎样得到更多的恩典呢 那么我们再看一两处的经文 别的前书五章第五节说 你们年幼的都要服从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诉要 披死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施恩给谦卑的人 如果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恩典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颗敬畏神的心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 那么上帝就把祂主办的恩典 赐给我们 那么真言呢 那个十九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 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存在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呢 那么圣经说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神是聪明的开端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得到恩典 我们要得到知识 我们需要学习敬畏神 那么和西亚书四章第六节 讲得更加的彻底 他说什么呢 我的名因无知而灭亡 当你去掉知识 我也去掉你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忘了神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非常的严重 他说如果我们去掉知识的话 那么我们是等于什么 等于是短自己的生命 就是自寻死路的意思 那么耶稣基督在耶和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也说 你们要认识真理 你要得自由吗 你要得释放吗 那么你要是跟上一层龙吗 那么很好 耶稣说什么 你要认识真理 真理就叫你得以自由 真理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 那么接下来呢 彼得我们再看一处 就是五章十二节 他说 我略略地写了这信 托我所看为 忠心的弟兄希腊 转交给你们 劝勉你们 又证明这恩 是神的真恩 神的恩典 这里讲到恩典 我们需要恩典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真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能够使我们 站立的就 英文说 establish我们 就是坚固我们的意识 我们人人 每一个人都会有无知的时候 不单单是会有无知 同时呢 也会继续的无知 因为我们不是全知的 只有上帝是全知的 所以当我们停止学习的时候 就是停止成长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我们需要审施明辨 特别是在这个是非常的时期 我们更需要审施明辨 当我们无知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过度地自信 我们认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是超凡的 会临到别人身上 可是不会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是特别的一群 当我们无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一种的思想 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有这种思想 我们怎样知道别人有这种的意念呢 就是我们需要审施明辨 免得我们落入这一种的圈套 也成为这一种思想的牺牲品 那么当我们无知的时候 我们会盲目的 我们有盲目 积极的想法 有积极的想法是正确的 是对的 是好的 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 都应该保持正面积极 可是呢 不能够无知 当你无知的时候 你就是在盲从了 那么你就先把自己 陷入极大的亏险 当我们无知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亏险 就是缺乏回击意识 当回击来到的时候呢 我们还不晓得 我们还冲进去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到 一个是传道人 一个牧师 那么他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可是他就是 违反了那个是封锁令 他照常的不道 就在复活节前那一天 不幸的去世了 为他的去世 我们感到很伤心 为他的去世 我们感到很忧伤 可是我们要说什么 这是 不是我们敬佩他的信心 可是呢 就是我们需要审时明辩 这是 是不是盲从 是不是有盲点 那么信心和科学 是没有冲突 当然任何的宗教都可能 会有这样子的盲点 都需要审时明辩 在伊朗的一些高官 一些是部长 也是因为这个是病情 离开了这个世界 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了 我们都很多时候 会有无知 我们需要审时明辩 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愿意求真 当我们愿意求知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能够保存 我们的性命 同时呢 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以建立幸福的人生 所以在今生 我们做信徒 我们相信神 可是我们要求知 可是我们要求真 那么知识和恩典 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知识和恩典 那么重要呢 最少有三方面 我们看到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试探中 被坚固 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们知道 晓得怎么样去面对 那个试探 我们怎么样去胜过 那个试探 当我们对试探无辜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 牺牲品啊 我们就是 白白的成为牺牲品 那么很无辜的 很不幸的 可是 虽然是无辜 可是因为我们无知 那么我们不够谨慎 我们不够警醒 我们就变成 吼叫狮子的 吞吃的对象 所以呢 我们就白白牺牲了 那么上帝告诉我们 当我们敬畏他 我们有知识 我们也有恩典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 面对任何的试探 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考验 在面对试探 面对考验的时候 上帝必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使我们能够胜过 那么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历史 那么在圣经里面呢 我们看到 那么一个是上帝所爱的 那么我们看到 旧业的业势 他是非常敬畏神 可是他敬畏神呢 我发现到呢 他除了敬畏神 他也很有智慧 除了很有智慧 所以他也有 我们看到 他有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 所以敬畏神 我们也得到支持 我们敬畏神 我们也得到上帝 很多的恩典 在恩典中呢 我们看到在苦难中 当他面对苦难的时候 他蒙上帝的保守 在压力底下 因为他有智慧 所以他不犯罪 这个是恩典 在压力底下 你可以不犯罪 那是上帝的看顾 上帝的保守 在压力底下 因为他不犯罪 结果呢 神为他开路 在波提法的家里面 当他被诱惑的时候 他不犯罪 虽然他下到尖里面 可是神为他开路 所以他从监牢 他最后到了王宫 为什么他能够翻转 为什么他能够扭转呢 因为他有恩典 他有智慧 他有知识 他敬畏神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神恩典 我们也得到上帝的智慧 那么第二方面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 我们需要知识 为什么呢 这样子呢 当我们疲惫的时候 那么那个是行动管制令 令很多人疲惫 虽然天天在家 也是非常疲惫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站立的住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 到时候我们就要有收成 那么圣经在哥林多 也告诉我们 上帝呢 那个是因为我们来到他面前 我们敬畏他 我们可以从他那里 得到恩典 得到知识 当这两样东西平行的时候 那么上帝就要兼顾我们 那么上帝怎样兼顾我们呢 就是把他的灵 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保罗希腊 在圣经里面 就是很好的例子 保罗和希腊 是两个非常敬畏神的人 我们看到 他们很有智慧 他们也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典 就算是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 他们没有埋怨 他们反而怎么样呢 被上帝的灵充满 大发热心 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充满他们 在那个是监牢里面 他们传出半夜的歌声 他们大发热心 直到那个是发生地震 监牢的门也打开来 同时呢 我们看到美好的结果是什么 进出全家都得救 那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们疲惫的时候 当他们传福音 不单单是传福音被抓费在牢里面的时候 身心灵的疲惫的时候 因为他们敬畏神 因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 我们看到神不单单是给他们很多的知识 同时给他们很多的恩典 那么当这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各种各样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生命里面 第三方面是什么呢 第三方面呢 我们看到就是 当我们有恩典 我们有这个知识的时候 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困难 在困难里面呢 我们可以被兼顾 所以这个恩典是挺重要的 那么一汉不应十六章三十三节 耶稣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有苦难 可是耶稣说 他已经胜过了 那么从圣经 从那个是旧约到新约 我们看到 因为始祖的犯罪 也是人的犯罪 人彻底的犯罪 人的罪 追死我们与上帝各决 因为这个各决 那么各种各样的苦难 生老病死 就临到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的世界是不确定的 我们的世界是有苦难的 可是呢 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面 当我们转向神 他就要转向我们 我们可以得到恩典 我们也可以得到知识 晓得如何去面对 如何去胜过 如何去夸胜在这个时代 以赛亚呢 四十一章第十节 告诉我们 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不单单是有敬畏神的心 不单单是晓得那个是转向神 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 当我们那个是敬畏神 神说他要给我们聪明 他要给我们智慧 他要给我们知识 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 怎么样临到我们身上呢 晚晚呢神是借助我们的知道 借助我们的知识 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他说什么 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害怕 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四十一章第十节说 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手 服辞你 因为我们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是一个恩典 那么当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被兼顾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么四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大卫王在困苦中 他也这样子的富含 他这样子说 他大声地宣告 他做事地说 怎么样说呢 他说神就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力量 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 恩典和知识是分不开的 两样都非常的需要 当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被追杀的时候 当以利亚面对经济不景呢 因为三年半没有下雨 发生了大饥荒 经济大萧条 那么那个是 每一个人的收入都受影响 整个国家受影响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因为以利亚晓得敬畏神 因为以利亚呢 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么他不单单是有智慧 他也有恩典 他有知识 也有恩典 所以神呢 用乌鸦喂养了他 神给他恩典 因为他有知识 神给他恩典 那么用乌鸦喂养了他 还有过后呢 神又用寡妇喂养他 不单单是这样子 圣经说 神还派天使喂养他 这里说明什么呢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要有信心而已 我们要有知识 因为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 我们也有上帝的恩典 这两指呢 都是平行的 我们不能够单向 只是强调上帝的恩典 不强调知识 当我们两指都有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迹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上帝可以用乌鸦来喂养以利亚 上帝也可以用任何的人 来满足你的需要 如果上帝能够用乌鸦来看顾这个是以利亚 上帝也可以用任何的媒介来满足你的需要 所以不管你陷入怎么样的难处 怎么样的困境 你不需要担心 就是我们要敬畏神 那么我们有神的恩典 那么同时我们不忽略 那个是知识 因为这两指都很重要 那么我们要用神的话语的圣经的知识 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知识来充实我们自己 这样子呢 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诸般的恩典 就好像以利亚一样 得到寡妇的喂养 得到乌鸦的喂养 得到天使的喂养 这是什么 这是上帝的恩典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得到上帝的帮助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要来看四个原则 在圣经里面的原则 那么这些原则呢 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呢 一个非常 那个是 渺小我说的渺小就是说很少提到的 因为圣经呢 提到他只有两节的经文 提到他 就是在就业呢 那么只有圣经只是用两节的经文 你找其他的都找不到 有人说第七节也是提到 第七节那个是地方的名 也叫做亚比士 那么历代之上呢 四章第九节 那么我就读这两节的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说什么 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加的尊贵 更加的尊贵 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 意思说我生他省事痛苦 那么在亚比斯的意思呢 亚比斯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带来痛苦的 也就是说他在苦难中降生 很可能他出世的时候 他母亲很痛苦 或者是他的家境很痛苦 可能破产还是 或者是面对大萧条 也就是说当他生存的时候 存在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 面对很多的困境 可是呢亚比斯做了一件事情 圣经说他比他的众弟兄 也就是说他的难处 他的困境 不单单只是他个人 他个人的困境 他是整个家庭 那么所有面对新冠病毒的人 可能都是面对某种的难处 可是在这种的处境里面 在痛苦里面 他做了一件事情 神说因为这样子 他比其他的人尊贵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呢 现在我们要详细的来看一看 那么那个十历代字四章第九节 前书上第九节说 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 在苦难里面 在困境里面 圣经说他转向神 他亲近神 他求告神 他尊容神 他怎么样对神说呢 他对神说 神愿你赐负给我 神啊 你看 我们常常听到上帝的应许 可是听到神的应许 是一回事 知道神要祝福我们 知道神要安待我们 是件好事 可是呢 这个亚比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全心全意的相信 不单单相信 他把这个应许呢 那么化为行动 把神的话语化为行动 他求告神 他说 神愿你赐负给我 神啊 你一定要赐负给我 然后他的祷告很特别 他说不单单是给我 够吃够用而已了 够花就好了 他还说什么 够炸我的境界 哇 那是信心 不单是 够炸我的信心 那么第三呢 他说 常与我同在 因为他知道 神的同在会翻转一切 神的同在会扭转一切 神的同在会使那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可能的 保佑我不遭欢难 他求上帝保守他 不受艰苦 那么这个是恩典 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 人生命里面 耶稣说 在这个世界 有 那个是苦难 可是他在这里呢 却是做了一个非常的祷告 他说 让我不受艰苦 那么圣经也说什么呢 圣经给他恩典 求救必得着 他说什么呢 神就应引他 他所求的 神就应引他所求的 从他的身上呢 我们看到几点 第一点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看见 神所看见的 我们要看见 上帝是救负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看见 上帝是赐我们能力 去得制裁的 我们都是管家 所以我们要看见 神所看见的 我们要以上帝的眼光 去看这个时代 我们要以上帝的眼光 去看这个新冠病毒 我们要以上帝的眼光 去看新冠病毒 所带来的影响 这个时代 种种的趋势 那么就是包括 人工智慧 我们都要以上帝的眼光 来看 以神的角度去看 而不是以我们人 有限的头脑 有限的智慧去看 那么 圣经告诉我们呢 千山上万山上的 牛和羊都是神的 不管我们在 怎么样的处境 不管有流感 有猪瘟 不管有那个是 有这个病 或者是那个病 那么不能够否定的 一个事实 不管我们面对 怎么样的难求 上帝还是上帝 祂是配得到 一切的称颂 配得到一切的敬拜 为什么 因为千山上 万山上的牛和羊 还是祂的 祂是世界的造物主 祂是历史的君 祂是人类历史的主宰 祂是宇宙的君王 祂在掌管 做一切 上帝 我们要看见 神还是神 有新冠病毒 没有新冠病毒 要新冠病毒 临到马来西亚 没有临到马来西亚 上帝还是上帝 那么上帝永远的心意 是什么呢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 一到二节说 他说 必开花茂盛 乐上加乐 这是神的心意 当我们敬拜祂 当我们知识和恩典上 追求掌尽的时候 并且欢呼 祂说 离拜祂的荣耀 并加密于沙伦的华美 必赐给祂 然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 我们神的华美 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是上帝的心意 这是上帝和我们所立的那永远的约 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就大声的宣告 他大声的宣告 在耶和福音十张世界 他说 我来了 需要给你的生命 并且更丰盛的生命 到贼来 是要偷窃 要杀 要毁害 可是耶稣说 我来 是要你 变得更好 这是耶稣的心意 这是耶稣的计划 这是耶稣的目的 耶稣肯 耶稣要 耶稣能 为你做这件事情 就是要让你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眼光 去看 去看神的作为 当我们看迦南应许美帝的时候 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不毛之地 巨人之地 是困苦之地 是艰难之地 可是摩西用神的眼光 来看迦南地的时候 他看到什么 这是流奶淫秘之地 所以我们要上帝的眼光 我们求神 让我们配上祂的眼光 去看这个世代 去看这个世界 去看当下的局势 我们心怀永恒 作为基督徒 可是我们要珍惜当下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那么季节会改变 上帝的作为也会改变 巴不得我们成为一个通达的人 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 我们看见 迦南地是上帝 应许的美帝 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 那么那个是第二方面呢 那个是亚比斯做了什么 亚比斯的祷告很特别 亚比斯祷告的第二句话是什么 他说把我更大的给我 不单单是 他求更大的事 我相信呢 这个时候呢 虽然我们陷入很多东西 那个是在改变 很多东西可能甚至是停止 可是呢 上帝我们要看到 上帝仍然要做更大的事情 上帝要做矿中的事情 做倍增 做倍增的工作 这是上帝的心意 在我们身上工作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亚比斯怎么样祷告 他的祷告说 神愿你赐福给我 所以他有一颗心 是什么 就是要神祝福的心 他仰望神 他依靠神 他寻求神 说神啊 请你赐福于我 大大的赐福给我 赐福我 使我富足 透过我所做的工作 彰显你的荣耀 让我的人生 每一天都充满你的神迹 这是我们看到 亚比斯的祷告 那么今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大声地宣告 神啊 我是君尊的王族 君尊的祭司 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我是尊贵的 我是被爱的 上帝啊 你在我生命里面 有美好的计划 我要居上不居下 我要坐手不作为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谁做我 凡我所做的 尽都成功兴胜 所以呢 我们可以对未来 充满了期待 诗篇第二篇 第八节说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 视你为基业 将地籍 视你为填产 这个应许没有改变 因为天地可以飞去 可是上帝的话语 要存留到永永远远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呢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要向神祷告 那么神啊 神愿你赐福给我 那么我们要得到 那个是上帝的祝福 我们要求神赐福给我们 大大的赐福给我们 使我们付出 透过我们的工作 彰显祂的荣耀 让我们的生命 充满上帝的荣耀 充满神的启示 让恩惠慈爱 天天随着我们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大声地宣告 我是君尊的王主 我要居上不居下 上帝的恩典恩惠 天天都要充满我 我们的生命要充满期待 所以呢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呢 叫在上帝的手里面 主啊求你大大的 扩张 使我多长 在我没有出息的地方 变成有出息 使我倍增 使我能够掌权 使我能够得到 自掌王权的资福 使我得自财的能力 扩张我的业务 使我的家族 生养众多 好叫我家里面的 有好的人际关系 那么好叫你得荣耀 叫我的家庭热见昌圣 成为大国 这是上帝的信义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你帮助我 行动有信心 取动你的能力 让你的恩典 让你的祝福 临到我身上 使我跨越我的境界 那么让我的脚 大道的地方 那个是勇敢的为你做见证 为你传福音 那么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那是依靠你的大能 请你增加那个是我侍奉的机会 给我资源 给我力量 当我杀种的时候 多种 让我有多受 在这场 在家庭 不管是在哪一个地区 都为你做光 做盐 第三方面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亚比斯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放下过去的障碍 什么叫做放下 不管过去有多美好的经历 或者是在某个领域 我们知道有些工作在消失 有些新的工作 新的职业在产生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 不单单是伤害 我们要放下 包括过去的知识 过去的荣耀 过去的成功 我们都可能要放下 我们让神来掌管一切 那么我们继续的学习 就是把主权交给神 那么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 那么我们就能够 好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七节所讲的 我们必得加倍的好处 让我们时常记得北地比书 十三章十四节 就是旺季背后好像保罗一样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自扒 唯要得到奖赏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 当我们有蒙福的心态 蒙神祝福的心态 相信神要祝福我们的心态 当我们也有蒙福的生活方式 蒙福的原意 我们的原意 反映出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思想 有蒙福慷慨的心灵 这样子的我们 我相信呢 上帝的祝福 就一定要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么我们要常常祈求 神啊 恳求你与我同在 在我生命里面掌权 居守卫 我要服从你 要完成你的旨意 要荣耀你的名 活出得胜有余的人生 照着你的话与我同在 我就能够打击米甸人 如同打击义人一样 那么第四方面呢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要像亚比斯一样 在困境里面 在难处里面呢 兴起来 那么接受上帝的产业 兴起承受上帝的产业 那么那个是诗篇 十六篇五到六节 说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 是我背中的份 那么你要用粮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那么坐落加美之处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上帝为我们 预备的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弟兄姐妹 这段时间 不管我们陷入怎么样的处境 我们不要丢去勇敢的心 那么我们就必得大赏赐 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 大卫王 他的那个诗 接近晚年的时候 他说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慈爱谁救我 那么我们相信呢 能不能呢 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相信上帝的手 会天天引导我们 扶持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呢 和他联系在一起 使我们和神的关系 更加的清静 让我们更加的爱他 更加的恳慕他 每一天 我们都从他的花园 得到取释 得到亮光 所以我们学习 每一天都依靠神 所以每一天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天天求 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 让上帝丰盛的荣耀 借助上帝的灵 使我们天天刚强起来 我们相信 照着那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 大能大力 上帝要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看见神所看见的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 去求那更大的事 当你放下过去所有的障碍 当你勇敢的兴起来 承接上帝的产业 那么自然而然呢 你就会有一个蒙父的人生 自然而然呢 你的人生就喜乐起来 就有一个喜乐的人生 好 这个时候我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时候要为大家来祝福 大家来祷告 全能永生的阿爸 父上帝 这个时候把你的子民 交在你圣手当中 今天晚上凡听见我声音的 父神上帝 肯求你安待他们 肯求你卷顾他们 父神上帝 打开他们的心眼 让他们 那个是在恩典 在知识上 同时的掌尽 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 父神上帝 那个是 矿展 矿冲我们的信心 相信那更大的事情 让我们放下 让你来掌管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掌管王权 主我们把主权 完全的交给你 今天晚上我们要醒起来 父神上帝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看求你的恩典 不分没有限量的 临到你子民的身上 今天晚上我为那些 所有有病痛的 那些陷入困境的 那些面对压力的 焦虑的 面对那些优异的 父神上帝 恩待他们 眷顾他们 释放他们 让他们从你的话语 得到 那个是释放 得到自由 因为你的话语 就是他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你要使我们的生命 借出诸般的果子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 论福 赐给人大福 论恩典 赐给人大的恩典 论平安 赐给人最大的平安 每个人说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这晚上 我们就到此为止 平安 散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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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